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开箱10月的龙珠SHF魂线 克林战斗服 这是久违的一款来自越南制造的产品 彩合正面透明橱窗设计 还有克林茶腰的造型图 代理板是银底的黑毛铁 盒子其他几面都是玩具的细节图片 封底是这款的配件 克林的各种造型图的集合 还有和上一个月的误犯战斗服的合照 打开外盒 这款的说明书依旧是印在了两边的封册内部 套出吸塑包只有一层 中间是本体 靠上的位置是替换头雕 靠下的位置有发光龙珠 替换手型 还有替换的盔甲配件 配件部分还是先看头雕 头雕这部分问题比较的多 但是我们等会详细说 这里先看一下造型 一共五种表情 分别是严肃脸 绝嘴脸 咬牙脸 太阳全脸和寄天脸 老实讲 这个面雕的水平也是一言难尽 严肃脸相对比较还原 但是这颗头的瑕疵很多 严明不觉的合谋线 从头顶一直延伸到了下巴上面 脸上也有若隐若现的涂装 不平整的地方 最要命的是头后面的死亡水口 覆盖水口的涂装也很迷 请问这是拿毛笔涂的吗 像这样类似的问题 每一颗头都有 有一些比这颗还要夸张 绝嘴脸作为主打表情 花园和雾饭站在一起的经典造型 这颗头的下半部分的合谋线和涂装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我看不懂 但是大受震撼 做成这样也能通过肢检 两颗脸也是克林的一个经典表情 表现紧张感的神态还是比较到位的 这颗头后面的水口处理的稍好一点 但是后脑勺的模具又缺了一小块 导致出现一个平面 还有莫名其妙的战损和杂质 太阳拳表情主打一个动态感 不过给我的感觉是模型比较肉 之前几颗头的质量问题 这个也有 我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的寄天脸应该是细节最多的一个了 不仅有克林痛苦大喊的表情 还涂装了流汗的细节 前面后面都有 但同时这颗头雕我觉得也许是最差的 头型做得很奇怪 比前几款都要方一些 张大的嘴里还有擦不掉的黑线 另外必须要吐槽的是 固定这颗头的这个小棍子紧的一批 打出来的时候 毫无意外的内部有了明显的损坏 说明一开始 这个里面的模型就没做好 总之一句话 这款克林的头雕素质 真的是让人闭嘴惊艳 手型方面一共有五对 一对握拳手 一对龟派气功的手型 一对捧龙珠的手型 也可以用来作为气转斩的手型 因为我的最强地球人克林不在身边 暂时没有办法测试和这款的兼容性 已经测试过的朋友欢迎在弹幕里给大家提供信息 还有一对太阳拳的手型 也可以用来当作发波的手型 最后是一对四指并龙的防御手型 其他的配件还有一颗一星的发光龙珠 在星星的周围有一圈感觉是涂装没有涂到的地方 也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操作失误 反正以往的龙珠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 为了手臂可以获得更大的活动范围 胸甲是可以替换为窄版的 另外为了还原被弗利萨第二形态攻击后的经典的战损造型 副甲和后腰部的护甲也都可以分别替换成战损剑 副甲的替换方式是先按一下靠下点的位置 然后抠出来就可以了 这一块的设计非常方便 但是背后护甲的替换就要纯靠大力出奇迹了 先让这里露出缝隙 然后抠就可以了 我只能说小心保护好你的指甲 都替换完毕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等到二阶大王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再联动一波 配件都介绍完了 我们回到本体 先整体看一下 除了头上脑人的合摩线外 其他地方比如手臂 脚底都有明显的合摩线 肩甲侧裙甲都有显著的肾漆 涂错位的地方 悟空看了都想变成超赛打人了好吗 从后面看 头部和脖子的过度也处理的不好 稍微动一下就明显的露出了关节 整体看完我们再回到头部 把头拔下来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盖子 连接在一个球形关节和 伤口关节的复合关节上的 这样可以既保证可动范围 又保证了紧实程度 但是这个设计也有问题 就是不同头雕装上去能插的深度不一样 比如这颗头插上去 脖子看起来就比较的长 而其他的插进去 脖子的长度看起来就会正常一些 常规的俯视大概40度 仰视超过了45度 左右歪头也没有问题 头部可以自由旋转 肩甲类似C扣的设计 只有一个方向可动 肩部有蝴蝶关节 拉出到极限位置 双臂几乎可以贴在胸前 从后面可以看到身体内部的结构 手臂平举超过水平线 受到肩甲干扰 上举无法垂直于地面 大臂和三角肌这里可以自由旋转 手肘弯曲最大角度90度 小臂也可以旋转360度 这款的胸腹关节可动非常的差 鞠躬可动不到10度 后仰也是几乎做不到 不过这个深蓝绿色的护甲 倒是相当的漂亮 看起来很fashion的感觉 侧裙甲的连接方式和肩甲类似 还算比较的牢固 腰部关节可以旋转360度 除此之外 也没什么可动 再往下 髋关节这个地方非常的紧 横插只有90度 正梯接近90度 大家听这个声音 感觉下一秒就要断了 腿向后拉超过了70度 大腿根可以旋转360度 腿关节弯曲到极限差不多也是90度 脚踝的可动也不是特别好 没有太多活动的空间 前脚掌做了可动关节 脚底也有刚硬 总结一下 在可动方面各部分的表现参差不齐 头部肩部可动比较好 但是躯杆和下半身在SHF里算是下游的水平 而且关节太紧也是一个体验不好的地方 在质量方面 这款在涂装水口上都有明显的瑕疵 造型方面可能有人觉得头做大了 不过我感觉还好 问题是头雕的还原度真的是水平不一 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来 这款的战力性也不好 战尸都是很容易倒的 我不知道这款战斗服克林 是不是年底赶攻的产物 这品控实在是有点灾难 如果不是为了弗利萨片的大家庭可以团聚 我是断然不会推荐入手这款的 好了 希望本期视频给想要入手的朋友提供参考 各位观众老爷们给个赞 支持一下up主的创作 喜欢笼珠玩具 别忘了关注韬光 我们下期见